请到他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 好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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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来刚刚到的人进来了 结果就上来了 吃饱了没有 吃了 吃了 我家就不用请了 那天真的是 没办法搭 没办法搭 所以 所以 等一下你就要去台湾了 的确是这样 昨天我也有来 昨天来这里就是跟大家一些的分享 今天我也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一场 所以我就特地留到今天 要不然我就已经在台湾了 我们先给明哥一个掌声 都认识我需要自我介绍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加坡人 都是新加坡人吗 不 看一看 常常 不认识人 不认识人 这边呢 我计划的 我计划的 小弟我姓林 我今年十九岁 哈哈哈哈 加二十 那么 可不可以先这样讲我一下我自己 那么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国内大学 就是AUS 读懂AUS 读懂AUS 新加坡 我是在读 Mekanical Engineering Mekanical Engineering 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Mekanical 所以 那个时候的我呢 就是有一点变态的那种感觉 就是 很书虫啊 你懂什么书虫吗 懂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书虫 在大学时期的时候 所以我大学的成绩是比小学好 很少人认识大学成绩比小学好 我大学成绩比小学好 我就是一个小学不读书中学不读书 然后突然间就开窍 然后就高中开始变书虫 开始变乖害子 开始头发书乖乖 然后衣服烫滋滋滋去学校 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可以 我的录音是连续三天这样的 一直在读 一直在读书 没有睡觉 连续三天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 没有 那么我在 我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 我的录音是连续两个礼拜 没有睡觉 好 两个星期 有看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 你前面站着一个不是 那么精神嘛 精神上一直想做到 不要 那么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 我上课的时候 早上开始上课 上到堂碗 放学了 我就会找 在Legre 继续读 读完的 还被关了 还被关了 他是十点关的 那么九点四十五分 就会播音乐了 好了赶了走了 那么播音乐的时候就开始搜 搜到外面 去找一个 大学有很多那种 batch嘛 就坐在batch那边 读 读 有时文字比较多 就是找一个tutorial room 就看什么 咬开他的那个 就在tutorial room 读到早上 又继续上课 又到旁晚 然后 又在library 这样咯 连续 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会读得好吗 你觉得我成绩好不好 好 肯定是很好 肯定是很好 所以我发现到 我不是很聪明 我发现到 真的是有很 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我们叫gifted 就是他一出生 非常非常聪明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些人 就是印度人 我印度人很聪明的 很吓人 很多人讲 中国人很厉害 现在有聪明的 其实印度人更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一般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上课 我们在听 其实不难的 我们这样听 是同意理解的 不过当他开始给你那些 作业的时候 你发现到你不会做 就是说 你当在听表面 你是不能做他的那个 题目的 你必须要再更深刻的去理解 你才有办法做的 所以 通常我在听课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题的时候 我在看 我是完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这样 开始做了 非常非常聪明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我还必须要 在后面 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才会开始 才可以开始做的 他们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我发现到 我不是这一方面 很厉害的人 不过我的成绩 往往都比他们好 为什么 因为我永远相信 我要努力多五倍 努力多十倍 因为我知道我努力的过程当中 多十倍 过程当中 我会累积一些经验 这些经验 才是对我最重要的 我会 对这个东西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有付出努力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是 肯定是高中成绩很好 才可以进大学的 现在大学也是很竞争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独奖的一个团队 就是叫做 叫做AMP 有听过吗 它的什么意思 叫做Acelerated Master Program 就是 这是Master Master就是硕士 就是 Acelerated 就是快速 成为硕士的一个programmer 那么 一般的学生 在加坡国立大学呢 如果是Engineering 就是工程系的 需要四年的时间 成为一个工程师 是吧 那么 拿到一个Honors Degree 这样 如果你加入这个program的话呢 你三年一半就可以拿到一个Honors Degree 四年半就可以拿到一个Master Degree 通常一般的学生 四年拿到Honors Degree 六年才可以拿到一个Master Degree 就是你要被这个programmer 你扫他一般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之前 就是在Honors Degree 之前我会当兵 新加坡来讲当兵 我当兵的时候 就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的低潮 就发现到说 嗯 我想要出人头地啊 那个时候 我就帮我自己本身讲 我这一生我也要出人头地 所以我就想 那时候在家里的环境里面 我 就是 人家跟我讲说 读书是不是成功的 我们不需要用功读书 是不是啊 对 一定要用功读书的 你读书的过后 你读得很高 以后你们就可以成功了 我一直都认为这样哦 所以我就在 我就在寻找 我就发现到 读书读得最高是什么 什么 佛师嘛 佛师教授嘛 我去到大学 我发现到教授最大嘛 对吗 所以我那时候 我立志 我要成为一个教授 I want to become a professor 一直到我的Christian name 我想叫做Prof 那个时候 想要到名字都想改 我要做Prof Limit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不开玩笑 不过就是那个时候 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什么一个 读到最高就成功了嘛 因为读书是会成功的嘛 那么你读到最高 不是更成功哦 好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个 program 为什么 因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帮我达到我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教授 这么一个工程系的教授 好了 好了 那个时候 要对这个 program 老师讲 我先形容一下这个 program 到底它是什么事情 可能这边有些人不知道 他就是把全部的这些 四年的 我们叫Subjects 或者我们叫Modules 全部Squiz side 投了两个 全部Squiz side 就是一般的同学生 他们需要读大概六到七颗 那么我这个 program 就要读大概十颗左右 就是我第一年第二年 就要去读第三年 第四年的一些课程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我的这些 我的Dumblabel 都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去看 Dumblabel 这样我们自己 Dumblabel出来 然后自己去读 在大学 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 Dumblabel 我大概平均需要读十颗 一个Semester 就是半年 那么 这边有Dumblabel大学的 Dumblabel大学 大学多一颗 就要你的命了 是不是 多一颗 就要你的命了 多一个某某某 就要命了 所以我比人家多大概三到四颗 半年 里面倒过Projects 很多的东西 好了 那么要继续 在这个AMP里面呢 很简单 你要继续一个这样的Result 就是大概是 Average K的B Average K 那么什么是Average K 简单来讲 可能你拿一个B Plus 你就要拿一个A Plus 来跟它Average K 这叫Average K 其实它有一个算法 它有那个 那是什么 算法 不过大概是这样 你要拿一个Average K 就是全部 平均这样拿A 要不然你就要 好了 那么第一年 第一年 怎么样加入这个Program 只要你的高中的成绩不错 高中成绩好 你就可以加入了 重点就是 即大学的高中成绩都要很好 所以很多人进的 第一年 第一年有大概二十多个人 在这个Program里面 那么 到了第二年的第二学期的时候 第二年的第二学期的时候 这个Program剩下几个人 剩下两个人 然后一个就是我 然后一个就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我说印度人很厉害 好一个案呢 所以每次在来B里面 就我何案呢 就是 音乐小了 我们还不想出去 那一种 然后到第三年 第一年 的时候呢 这个Program剩下一个人 就是小弟我啦 怎么办 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我去学校的时候 我去去Lighter Theater的时候 我们大学的Lighter Theater 很多人 几百人 算钱人都有的 每一个Lighter 我背个Dep 那是土把上红色的 我去土把上红色的 那种Cookie Dance的 原本来是 拿个书房好拿个到地步 这边 走进 走进学校的时候 走进Lighter Theater的时候 在Lighter Theater里面 就会有很多人指指 自己 ICU DMP DMP 然后就会指 Mand用很傻的 所以就是这种学习 我们通常说Lighter Theater 如果这边是screen 这边就一个projecture 等于那个讲师通常都会站在这里 然后这边就有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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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座位 通常一般上你去到这种客室的话 前面四排通常都是空的 他们都是从第五排开始做 他都是素质人坐后面的 后面在那边听women 听mp3 在那边在杂暴 在那边聊天讲的话 没有人听 他就是去那边交代的很多人 然后我做哪里 我做这里 我的位置永远都是真的 我就是看住那个狗白色 那个狗白色看住我 他好像在跟我讲话 他只要跟他也不管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问问题 你刚才讲那个东西 我可以直接问他问题 我可以问他 那么如果说你是其中一个人在这边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人在这边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人 你会不会讲这个人 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的这边 你 放鬆啦 不要这样放啦 不要这样放啦 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管他 所以我头发是红色的 红色代表什么 危险 你居然不要靠中国 是不是啊 我就是想了一个人 以前很孤僻的一个人 非常非常孤僻 我喜欢一个人 读来读啊 一直到今天我也是很喜欢读来读啊 老实讲 我要去什么地方的话呢 我就是一个人就去了 我以前那个时候 我可以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看戏 一个人吃饭 我喜欢一个人 就是 就是 变态 他讲就对了 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学习态度 就是 喜欢一个人做一框的读书 在巴士面读书 做什么都读书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 的确 maintain了两年的 Average A的读书 所以我在两年里面呢 我就读了 Engineering 40个 Modules 那个时候 半年读10颗嘛 两年里面我读了40颗 整个 Engineering 的 这个 Modules 加起来是47颗 我在两年里面 47个是4年哦 4年读完哦 我在两年里面读完40个 Modules 好 而且你店那个Average A的读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是天下无敌 无敌啊 我就觉得我就发现到真的 通过努力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需要你有天之聪明的 还是说特别厉害的 或者有什么天赋 我发现到是通过努力的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样的天赋 一逼人 我的确看过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哦 好了 那个时候进入第三年了 我这下七颗 这下七颗大部分的都不是 Engineering 的 Subject 都是 Law & Management 等等 Account & Financial 那种无聊的东西的 就是要餐厅去弄股 给他买的那个 Sociology Humanity 等等 没有用 好 那么 第三年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开始思考 我就发现到 其实读书度的很高 也不一定会成功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在大学的环境里面 那我认识很多 Prophessor 是吧 我有 Turbo Dynamics 的 Prophessor 我有那种 Mechanics 的 Prophessor 很多名都 很多这样的 Prophessor 那么我去 Updacty 的时候 就有一些叫 Finance 叫 Economics 的 这些 Prophessor 也有时候我们聊天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聊天 那些 Prophessor 就会讲 我们跟 Prophessor 都会讲福建话 华语的 在大学 如果你给他够好的话 那 Prophessor 讲什么呢 有一个 Prophessor 他说 他是叫 Finance 这种东西 他说 我叫人家赚钱一辈子 结果我自己没钱 我听了过后 我流冷汗了 我真的流冷汗 我听到我一腿 不然就觉得 不对 里面突然就好像空去了 不过那时候已经在读着人了 就说 不会说 因为他一句话 我不要读的 不会这样的 不过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一直拥有的观念 好像不对 就是我家庭方面给我的观念 好像不对 这个社会给我的观念 好像是不对的 不是读书读很高 你就会成功 我发现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接触的 都是读书读的最高 是不是 所以那时我就开始思考 我大学毕业过后 我要出来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可以拿很多 scholarship 非常非常多的 scholarship 甚至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那种大公司 Sony 那种很大很大的公司 就是他们去找我们这种top student 去到那边 想要在我们还没毕业之前 就开始挖角的那种 那麽就会给我们塞contract 我很多朋友都去塞两年 然后读书就不用钱了 还有薪水的 所以那个时候 对一个大学生来讲的 有薪水 那个时候是 哇 很大件事 他们还有欠缩块的薪水 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欠缩块很多了 那时候没有钱了 大学 穷学生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都塞了 我们一起走进去 全部的人都塞 只有我没有塞 我就知道 我不 我不可以这麽做 我就是没有办法塞下去 所以我就离开了 每次都是这样 几次人都是这样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的东西是什麽 我想要出任何的 我想要成功 不过那时候完全是没有一个方法 也不知道如何真正成功 后来就有一天 我就 背着书包 一样 一个人也是一个人 都在读啊 走在奥特勒 懂奥特勒吗 都是新加坡人都懂奥特勒 走在奥特勒的时候 经过CK店那个地方 突然间就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 走在路上 不然就有人拍你肩膀 他就 对不起 看出他是一个年轻人 一看起来比我年轻 爱眼睛 他就问我 有你的工作 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什么工作 他说 我难给你解释啊 你给我电话好吗 这样嘛 我就 这种事情呢 我说很难解释 也有名字嘛 他就像不耐烦的样子 他就像这样 那我听了 那我听了 那我听 是不是摄像机器的 他就像这样 那我听肯定是摄像机器的东西嘛 他就像这样 我跟你讲 你不懂了 你给我电话好吗 这样哦 结果我真的给他我的电话好吗 而且还给真的 通常都是给假 这样 我给真的哦 因为那个是我脑里在思考 但是我脑里刚刚好在思考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机缘 这个是机缘改变我的一生 应该是我在想 尤其我在考场的时候 我在读书 这是在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我这样看 我们在IMM 到IMM 里面有很多Horse 在里面 考试 哇 你看他的桌子一指 密密麻麻 双万人的在考试 很可怕的 我就在想 我跟他有什么差别 我就是在思考 我要有差异化 我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 我就想 可能是社会经历 我需要半工半读 我需要出去外面闯一闯 这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那么 我可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 可以拿到 我需要半工半读 硕士也好 博士也好 我有至少有那一年多两年的经验 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的差别 我觉得 那时候 所以我心里面 老里面就一直想要说 最后那个时候的工作 功课是很方马 我需要读24个小时 才可以 扣得来的 那种情况 我还是跟我自己讲说 我想找一份工作 因为我知道 单单做这个 是不够的 我跟别人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 竟然也是大群文兵一场 是不是啊 我当时想要工作的时候 就有人拍我健保 老天爷派一个人来给我 所以过后 那个人一直火了 这个办法其实你们也可以用 因为他可以宣伐到我 是吧 你就可能可以宣伐到好像我这样的人 你知道我这样子哪里来的 路边来啦 是吧 现在路边满街都是 不过后一堆 一堆零品绒 很多很多 因为我的确就是像家卫传校的 然后呢 他怎么活了 他就一直打给我 很烦的 不错 你记得我吗 好烦哦 我给你准备去个interview了 interview 然后一点不甘愿去 那样的感觉 我去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很忙了 跟你讲 我还记得多准备好了 就是基本的那种比较错误的要约方法 不过有效 所以我就排泄了嘛 我求我们那些秋天要死啊 给了给了 比如说隔天的3点 所以那天就睡了很晚了 那时候刚刚我Holiday的时候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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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点还没有起床 太阳差不多屁股了 他打给我 哪个小时起来打给我 你记得吗 等一下喔 3点了 我就 okok 结果过后 我就不要听他电话了 我笑咧 我笑他咧 结果那天第一天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过后呢 他就打给我了 我没有别了 我还是接了 但我接的时候他就让我相当那一句 他说哇 你没有来要给我知道嘛 对吗 哇 你这样弄我很难做耶 哇 他说我很不好意思很内疚耶 他就讲 ok 我再跟你安排多一次啊 隔天隔天 也是一个3点 然后那一天呢 每个人都是没有东西做的 你相信吗 没有一个人是忙的 在家里也是无所事事 然后一点打给我 然后我 不要讲 再提醒我多一次 等一下就要来 我就 老实讲 去那边都不懂回头什么 是不是啊 完全也不认识那个人 陌生的人 我说 okokok 我记得记得记得 好 2点的时候就打给我 我已经on the way去了 好 你要记得啊 我已经on the way去了 我就 哦不要不要 其实1点打给我的时候 我发电话 我也没有做什么东西 2点打给我的时候呢 我就 okokok 我可以拿他去洗澡哦 去洗澡 要出门了 要出门了 出门了 2点半他又打给我 诶 我已经到了 你在哪里 那是哪里 原本以前我是住文雷的 文雷 我是住Jung West Extension 然后一下Jung West Extension的总站叫Jung Qua嘛 对啊 Jung Qua以前那边很多漫画看的 很喜欢看漫画的 就是坐了巴士 到了建筑后 看Jung Qua里面 哇 漫画好像出来了哦 要去看漫画了 就我电话又讲 诶 我已经到了 okok 我来好了 不便了 结果我就坐车去到City 坐在马地去到City 就这样 带我去一个小小间的公司 小小间 那时候 然后那个楼梯 那种Shot House的 那楼梯看起来 暗暗好像骗人的样子 这样 然后就被博明起码带进去上面 进去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就有所谓的那个Manager 要来考译 然后我就听 那可能是大学的一个习惯 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个能力 就是听东西的时候 是听得非常清楚 抓到很多很多的重点 听得非常清楚 这样也找着能力 听听完的时候 哦 不知道了 明白了 好 不过不适合我 为什么 because I'm an engineer 总卖东西的我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懂了 我妈妈也是做过 我卖那个Doubleware 我啦 卖什么的 我懂了 跟我懂了 我都是很排斥的 做东西的以前 谁说不排斥 每个都排斥 是不是啊 所以那时候 听完过后 我是觉得 嗯 很好咯 不过 不是我的 not my time 因为我是engineer 然后我就回来 不过我这个 所谓的上限 我觉得他这些生事 真的派来 把我拉近脚枪 然后他就一直 辅导 我想说 他在第一次到我去的时候 他介绍了很多人 给我的事 他辅导我的时候 诶 那个人问起你耶 这个人谁问起你 就发现到 我就发现到 那边的环境是很friendly 很friendly 然后 然后 有很多年轻人 那个时候 因为你还一直来长得不错 所以下去很friendly 有什么不错啊 我那个时候 所以 就一直叫我下来 每次叫我下去 一直叫我下去 我就在那边 越来越多朋友 就我还没有start 那时候 就一直叫我去trading 叫我去hitting 那我去trading的时候 就算其中一个这样 我就在那边听 他们是叫如何邀文 那种非常simple的一些 一些课程 那听过后我就对了 其实不是想象中这么难啊 其实这已经拆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当你拆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当你拆了一段时间了 就发光了 可以接受了 我就开始try 一try了过后 就混了15年 到现在 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每次叫要约的时候 就是你要约到一个人的时候 认识了我 你还需要有 更深一层的关键 就是我通常都是两个小时前 一个小时前 半个小时前会打球 两个小时前会讲说 我 你提醒他多一次 一个小时前说你under way 半个小时前说你到了 你要这样 你就可以把他设到里面 那你不便 那你不便 我跟你讲半个小时前 就算他出门了 他也有可能不来了 他也有可能放好飞机的 所以有些人想说 不便他放好飞机 其实都是一些基本功能问题 好 好了 刚才我讲到一个关键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回来这样的一个环境 因为这个环境很高 很有希望 我看到后 我看到后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关键 今天这里是一个团队 是不是啊 对 这是一个主持社会团队 所以那天我来这边 我不懂有没有讲到这个 故事 有没有听过 不管有没有听过 你再听过一次 刚才我可以提早来的 刚才我可以提早来的 我准备时间就来了 找贝格 楼下喝杯咖啡 吃一碗面前 不过我们没有办法找到 因为刚才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从西提衣从上面下来的 有没有 刚才我从上面下来 我没听见 很吓人 我们就一直在 我们就一直在 我们就坐在车里面 一直在看 什么事情喔 前面 一个小时多 吓死了 好了 我看看 听到一个声音喔 从左边来的很大声的 砰砰砰 我 我看到我还不相信 我再注意看 我的恐龙啊 你刚才是恐龙了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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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你都相信 诶诶诶 讲讲我是讲讲的人 对不对 我真的看恐龙不能玩走就来了 可惜吗 我不管讲讲跟你说 我真的看多恐龙要骗你 真的要相信我 我讲讲你们的神经病 你会讲说要无聊吧 开玩笑是不是啊 不可能是恐龙的啦 我不管讲讲你都认为说 我可以认识那恐龙的牙齿 怎样怎样 我不管我怎样跟你认识 他的手这样小小的 他的腿大大个的 我怎样砸到那个桥 不管我怎样跟你认识那个细节 你都不会相信是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讲的时候 那个是你的point of view 那个是你的个人的看法 你个人的看法你讲的再好 那是你个人的看法 因为那是你讲的是不是啊 好吧 各位现在讲的话 我到晚讲完词课的时候 这机会一天带出来 你们真的要相信老板 他讲的是真的 因为我做大朋友 我真的看到恐龙 这一个人是第一个恐龙的 我看不到咧 他的尾巴 不管在第四个人来恐龙 第五个人来恐龙 第六个人来恐龙 第七个恐龙 第八个恐龙 第四个恐龙 真的有恐龙咧 你看 你就开始动了 你还没相信什么可能 不然你会开始动摇 是不是啊 对 恐龙咧 有些人开始会动摇咧 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好奇一点点 你驾一个车去训绩一开一开 有有有可能有 各位 恐龙啊 鬼相信有恐龙 他已经绝种了 怎么可能 新加坡怎么可能有恐龙 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都会动摇咧 对吗 为什么 因为 开始有很多人讲了 你看 当一个人讲 你讲的再好 那是你的个人看法 当很多人讲的时候 他就变成事实了 你要记得哦 你看 恐龙 这样蜂妙的东西 你都会动摇咧 更何况 我对好不好 是不是啊 是 所以我一个人讲 所以我们就是讲 我一个人讲 我讲到伯爵再好 那是你个人看法 所以有时候你讲的很好 你明明都讲的很好嘛 你自己都很没想 那个人看事 不能接受 是不能接受的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 因为那是你个人看法 不过当很多人讲的时候 他就会被人想 那个就变成事实了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团队就是这么重要 这样我们说 团队能够建立 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什么 当团队每一个人贡献的时候 然后那个团队具有力量 而不是每个人想说 团队里面拿东西出来 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 我带一个新人来 我介绍给你一个 我再跟你说 哎呦 你跟到他哦 你杀朋友哦 你杀朋友哦 你骗你啊 真的 他在这里是最 solid的这个 现在的 最厉害的一个人 我跟你讲 这个人两年后肯定打完工了 哦 这个人啊 我跟你不得了 看他那种 如果你一跟到他的话 第一个人这样讲 对啊 带给第二个人 也讲差不多一样 第三个人 带给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过一下子你的朋友 看你的时候 含情摸摸的 哈哈哈哈 你相信吗 对 你这样你搅他就容易了 是不是啊 对 对 或者带给第一个人 他分享一个见证 哎 这小朋友真的知道 你真的要去看看 我的那个水哦 我看之前哦 这两三条哦 鼓塞了 后来痛呢 哈哈哈哈 之前你已经大家讲过我 第一个 三条痛 第二个 我跟uncle哦 中中哦 那个脚比前太大 现在好了呢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你说那个可以买吗 可以 可以 所以你讲你拉去 可能你讲得再好 你是个professor 你讲得再好 他不会买 你带去给五个人 七个人 八个人 一人讲一点点 一点一点一点 那个人就买 为什么 当很多人讲得多 他变成事实 你这就是传统 所以很多坐直下 有很大的错误 他怕带人来的时候 他去接触人 他怕 他抓了 去corner 自己听哦 听得要死哦 很难配 所以我讲说 直下是要借力的 他是要借力的 通常一般 就是至少要两个人 才可以开始 你一个个很难的 你讲 我知道你讲得很好 你个人看法 但是我今天可以去情绒 恐龙给你听 那是我个人看法 恐龙嘛 所以每个人都能写 多一句话 每个人讲多一句话 那个就不知道 我吓死我 我会死我了 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抱歉别忘了多一句 多两个要到我家 五个国家吧 所以我们讲 一个团队的重要性 你可以想象吗 是这样的 所以艺术为什么我 那时候叫我直销 因为这个团队就是有 这样的一种 效果和反应 就是当我带人来的时候 我发现到 他一下子就被吸进来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 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他在组织里面 要扮演什么角色 你看今天每一个人 在组织里面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多讲那一句话 多赞美那多一句话 多分享自己 懂得一点的东西 他其实是可以帮到 多一个人 多一个人进来 而不是整天等 我上线 找上线帮我弹 全部一直抓给上线 一直抓上线 其实那上线 最厉害 那也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 对不对 那也是多一个人 谈而已 你要找多一点的人 你要把它 融进这些里面 让他觉得 这边里面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们 我们讲直销是要 是一个 要会做人的行业 是不是 你会做人 你就会做直销 你不是你多厉害卖 你多厉害卖 那是你 你一个人再厉害卖 你听卖多少 你一个人听卖多少 最厉害的 你看过最厉害的 一个人一个人 可以做多少 我给你一个月一百套 好不好 一个月一百套 这个人厉害吗 厉害 神来了 这个人神来了 他做什么鬼都成功 是不是 因为他一个月可以做一百套 不过那也是一百套 是不是 对 你懂 这个时刻 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讲 这一刻 并没有多少套 这一刻 你知道吗 right now 肯定超过一百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一刻 在超过那时候 昨天我才有讲 我们的OPP讲 知道吗 怎样 你用OPP讲 你怎样讲 你怎样跳 他都是在哪里 都是里面的东西都要讲出来 对不对 对 但是顾客多多数少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这个商品 多多数少你用OPP讲完了之后 你有一定的percentage 可以close 是不是啊 对 所以那个percentage很小 不过当有很多人在谈的时候 再小的percentage 那都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啊 对 我说这一刻 我说有大概一千人在用OPP 你相信吗 相信 这一刻 那 我说1%就好 1% 的closing rate就好 就是少100个人 只有1个人 我这一刻就有10%进行 是不是啊 对 最少啊 最少都有10% 不过有没有可能 1%的closing rate 没有 没有 不过第二有没有1%的closing rate 没有 不过第二有可能 买地板上的closing rate 是不是啊 很可怕的啊 不过第二个closing是很可怕的 因为见证很多啊 是不是啊 是 所以我说最少最可怕 都有大概整百套 这些是你们要的 是不是啊 对 所以不是你个人谈得多好 不是你个人谈得多好 永远都是要知道 你需要一个组织 来帮你把这下做到 所以它就是 你在组织里面的 参与的那个程度是多少 你在组织里面贡献的程度是多少 比如说这是一个contain 我们讲这是一个contain 这是一个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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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tops 是要像组织这样的 这个box没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 如果说每个人都想 从这个box没有拿东西出来的话 你觉得这个box没有东西吗 没有 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讲说 我们要贡献组织 参与组织的关键就是 我们必须要把东西放进去 对吧 当很多人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full的 这个东西就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要贡献 进去团队 contribute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球资 的确有很多人在contribute 昨天我再一看我就知道了 今天有一个人站在那拍 他是一种contribution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一讲的话 对不对 有人回答 那是一种contribution 对不对 对 有人会去担心 我最近流汗了 那是一种contribution 对不对 人家会有人去关心 像你的一段的会议 我看到这个主持 你们也有这样的 对不对 虽然我在讲话 不过我该看得到 是不是啊 就是每一个人 如果回去 你可以想象 这个价值是多少 那个价值是很可怕 这个价值大到 可以帮助你拿到 你要大到的东西 不管这边的人是谁 什么人都可以 只要是群人 我们讲讲 就是传结在一起 那个力量就非常可怕 好 好 好 因为人多就是力量 好了 这位太师父打开了 在一个地面上 我要推这个时候 一个人推比较好 还是两个人推比较好 我宁愿一个人 是不是啊 一个人推比较好 还是两个人推比较好 一个人 一个人 我宁愿一个人 是不是啊 对 对 所以当然 当有一群人的时候 如果他不团结在一起 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对 更非力 是不是啊 对 如果他方向不一样 他的目标不一样 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有些人想要贡献的 有些人来这边想要投机 取巧 想要拿东西 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在一个组织里面 我们讲什么叫合作 什么叫合作 一个在推 一个在拉 一个在拉 你看看 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 是反过来的 是不是啊 对 一个人是推 一个人反过来 在拉 他推的很出力 他拉的也很出力 完全反过来的东西 不过他的效果大不大 大 所以这就是组织 组织里面不是每一个人 做同样的东西的 是吧 是 就是说有时候你知道 我强项在什么地方 你就把它拔回去了 这是我的强项 这是啥 可以这样的 他的强项 哇 他的computer很厉害来了 一下子一改东西 搞定 这是他的强项 哇 他就在这个方面 这是真的很难的 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照片 谢谢 跟我讲合作就是这样 好 每个人要去扮演他 他可以扮演个角色 这个东西就部分 很简单 很简单 组织 然后组织组织之间 这个也是指教里面最大的关键 也是他的成败的关键 就是组织运作的时候 组织在运作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 摩擦 会有摩擦 肯定会有摩擦 比如说现在我的感知手 叫摩擦 很搭理 很搭理 很搭理的是不是 对 不过你觉得我会被通 不会 那你会痛 我再摩 他人会痛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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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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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摩擦是谁 撒撒 霍 撒 我可以 再搭力 我都不會痛 再搭力我都可以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的手没有湿匙 所以我可以 Do 擦大力 不过如果说今天我的手 刚刚好我在外面的时候 突然间不小心摸到什么东西 說到一点就好了 一点就好了 我现在要摩 可以吗 不可以 我可以搭力吗 不可以 一点一点累 我都不可以打你 不要说隔道 动到都不可以 是不是 动到一点点 一按就痛了 是不是 是 组织组织之间 我们可以很 很好的配合 配合到非常非常的亲密 再大的摩擦都ok的 重点就是 它没有伤口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要懂得 最关键的时候 要懂得 解掉那个三个 自己解决 今天如果我要跟这个人配合 我必须要学会 解掉那个三个 是不是 是 你没有解决 你没办法配合 久而久之 脱离了 脱离了 那个力量不减加 是不是 是 但是我团队 团队如果团队在一起 那个力量多可靠 刚才我也讲到了 恐龙都可以有人相信 如果每一个人讲同样的话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不过如果只要 想到一个伤痕在这里 那个能不能够解 就要看你的糟糕 很多人解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是有关系的 当女人之间一有关系 他就有要求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那女朋友讲 还没追到的时候 蛮美的是不是啊 对 他做什么鬼都可以 他其实 他去 你说我也可以 他说 他还没追到吗 对吗 他去你说的时候 你才说 哇 你很奥奥 你哦 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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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的时候 你把我扶你 就是你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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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开始有点要求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投入 他已经放桿停进去 他已经跟你靠近了 你已经很了解他了 是不是啊 他一点东西钱都不行 你看 那女关系是这样的 组织关系也是这样 一样的 还没反射到他 哇 这个我来 饱啊 逼你 我哪有何事啊 哇 来何事啊 够你啊 这个我后 指责了 是不是啊 他开始指责了 哇 然后他 哇 哇 出个人 下线讲什么鬼 你都骂 他都不负责了 他说 我妈妈妈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直接指贴 什么都指出去 是不是啊 所以有时候我在听 我听跟领导人讲 我身上坐在那边听 他跟我讲 他下线 我妈妈我这个下线 够你 你们觉得我出去外面 好 当我跟我朋友们 跟他聊到 例外的人 你觉得 从我嘴巴讲出来 是好还是不好 好的 好的 为什么 你是反对吗 我看到 我跟我朋友讲的时候 我朋友都 我身边的朋友 都很认识我 我组织 例外组织里面的领导人 我说我领导人 没有一个叫做 雷克太人 这个人 你知道吗 讲讲讲讲讲 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讲讲讲 就是他们还没来我公司 参加我 可能他就是会议 雷克太人 他看我的公司的时候 他们还没来 他们就已经懂 有这样的很多人 他们都会觉得 哇我的人群都很少 各位 你做过上线 我也是上线 是不是啊 对 你看你上线是问题 我看我的上线也是问题 是不是啊 对 因为他们的问题 都会往上线来嘛 是不是啊 不过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的 你相信什么 都是好 你绝对不会从我嘴巴里面 听到我讲我的人的一句犯话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我组织里面的人 我看你的闭闭我懂你是怎样的教养 是不是啊 是 对 他你有将军讲自己的闭的 他是将军的问题 是不是啊 是 所以amos要记得医生这个东西 只贬 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从小就听过了 几只收旨 别人来的几只收旨 只 exercise 哈哈哈哈 三只收旨 只 exercise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爷要叫人 一下子 三只收旨 只 reinforce 一下我们要去反省 至少三倍 是不是啊 对 就是自己造型是一个假的 我当我指责我的 家庭的时候 我们会有 你是一个这样的家庭成员 你指着你爸爸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这样的孩子吗 你指着你的孩子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这样的爸爸 你指着你老婆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这样的老婆 一样了 这就是你也是 你指着你的领导人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这样的主人 你指着上线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这样的下线 你指着你要下线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这样的上线 每个时候问回 哎呦 你就有进步嘛 别人怎么样 那哪里重要 不重要 你自己可是怎样 那才重要 所以 指责他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他还会让你失去很多能量 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失去很多成长的机会 因为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责任 是不是啊 每个人都需要去反思 今天什么事情发生在Bway 我第一站出来说 这是我的责任 就算不是我的事情 我也第一站出来说 这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更好的事情要做 比如说今天我们组织里面 有人被拉走 帮他去别的公司 有没有可能 有 啊 这平常 这是非常平常 有些人都说 哎呦 这种人都跟你讲啊 万个人封义 叛徒 骂老板子垮掉 去打独战啊 别的公司不开 我们人家别闪了 全世界只有离位 所以好咯 别人不可以好咧 不是的 他去我们要反省啊 为什么他会去 这边没有归属感啊 这边 他个人在关系不好 我没有来不及去挤吗 是因为他赚不到钱吗 为什么会赚不到钱 是因为制度的问题吗 是因为上线有没有呆的问题吗 是因为我们有牵涉的问题吗 还是他赚到钱了 为什么他还没有 他还会走呢 是不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你看多么多空间让我们成长 是不是啊 是啊 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机会给我们成长的 对 有很多公司要做 是啊 是啊 当我们指责作息的时候 我老弟告诉你什么 什么交流 哈哈哈 有用吗 好了 他的错咯 你完全没错 你完全是完美的 有可能吗 不可能呢 你不可能是完美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也没有任何的反省 你没有成长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不可惜 所以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根本就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是不是啊 所以立位有时真的很奇怪 他会去寻找问题 他会去做很奇怪的动作 你看立位的动作就是把他变态了 他不发问题 他还会去找问题来做 好好三个月一次两个大会 都已经OK了嘛 他三个月两个次两个大会 是不是啊 还不用理 好好三个月一次 你就回去会说OK了嘛 他会偏去 才会有两个设计去 是吧 好好开路一间就好了嘛 是吧 屁股一样 对吧 一次开十二间 是不是找事情做 是不是扯在一起 是 根本就是无聊 找事 好好训练 根本在任何地方都别训练的嘛 他他妈的去巴西 他去牛西 对 无聊 是不是啊 是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啊 是不是无聊 是别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 公司才会做起来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他要挑战 他要与众不同 是不是啊 他要去挑战这种东西 十二间开工 看起来简简单单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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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间 我真的不懂要去哪一间 很空虚啊 那一天 你知道吗 我坐在一个 我坐在一个咖啡店 站在那边 我真的没东西做 我不懂要做什么 很担心 很怕 找找找是谁做 呵呵呵 是不是找是 呵呵呵 车袋机 找问题 因为我知道啊 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成长 是不是啊 对 所以不要太怕问题 好 然后 如果 刚才我讲 不要指责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不要指责 我们应该负责 是不是啊 扛起那个承 那一天我就跟Vicor聊天 他让我家谈事 我就跟他聊 我就发现到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今天你家承 赚多钱吗 我 我很多 不过我要比较一下 他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 在做administration 给我说 这个administration 早上9点 你要到他的办公室 一直到晚上5点 才放工 对吧 他在9点到6点 所做的工作量 有可能是很可怕的 要做很多很多东西 对不对 要考虑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忙 从9点到5点 的工作量非常大 我在想 你这样承担这个人 比他起来的话 有可能 这个administration 这个人的工作量 会比他还大 是不是 是 他所做的劳力 他扣除了劳力和经历 有可能比李嘉诚还大 不过为什么李嘉诚 赚了这么多 他赚了这么少 他赚了这么少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样赚钱多和少 到底关键是做多 还是 什么 是做多吗 不是 是 这是什么 刚才我就问李嘉诚这个问题 我们两个人在那边想想想想 是什么关键 因为我们都想成功 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赚多钱去 他想到 欸不是做多喔 牛做最多喔 牛 跟钱就是做最多 对 做最多劳力的是牛 牛 就没有赚钱了 不是做多的问题喔 是什么问题 懂得用人 懂得用人 用人 有点靠近啊 责任 责任 你这样真的责任比他大很多倍 是不是啊 是 是责任 这就是关键 各位 这就是关键 好像我会给他 欸以前你 你做的比较多 还是你的 counter那个做比较多 他说当然是他做比较多啊 所以为什么你做比较多 我们是在思考 对了 是责任 你承担了责任 他事情的时候 你扮演什么角色 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是啊 对了 意思也就是说 你承担越多责任 你就赚越多钱 是不是啊 是 有很多人是想责任 有没有看过 有 有很多人是不负责任的 有没有看过 有 为什么他不要赚钱 奇怪我不明白 为什么 他说这次你 女孩子讲一下 你分享一下 30分钟是你的 你tripe 贡献 讲30分钟 不要啦 我不会讲啦 我不行啦 他啦 他啦 你看他不要 他推卸这个责任 是吧 他不要扛起这样的责任 不过他想拿很多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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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屁 有 没有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 你不要扛起这样的责任 你拿不到这样的钱 是不是啊 是 你要赚这样的钱 你要扛起这样的责任 这是很自然的嘛 对吗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比较 谁做多 还是谁做傻 你现在扛起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你想要去 拿那个责任 然后那个是个关键 所以我们要负责吗 不要我讲 不要指责的 什么东西 我们讲好 来我帮你做 什么东西发生了 来我来 什么东西来 我来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不断的成长 在过去几年 一直不断成长的最大的 我喜欢去扛责任 是不是啊 我责任很大 责任很多 所以 所以 叫我这样演讲讲 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糟糕的 差的一个地方 在那一台上讲 以前你叫我在那一台讲 和选择跳下去 我选择跳下去 哈哈哈 那种恐惧感 你可以想象吗 那种害怕 我能够活命 我完全明白 所以今天我能够 推这么多的讲识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能够 这种疑忌是他们的心情 所以我完全能够表达出来 跟他们讲说 他会遇到什么情况 他到这个时候 他会有什么情况 他到这个时候 他会睡不着了 他到这个时候 他会自不下来 这个时候 他的山峰就来了 这个时候 他就会逗了 发烧了 所以搞住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时常都专重 一直到今天 刚才在那边的时候 我通常还是恐慌 完全不知道 要讲什么 完全一点 该的都没有 你们相信吗 相信 真的真的是这样 我还在这边 你都讲 我还觉得很好笑 我还没一直笑 我完全没有去想 我要讲什么 你们希望有这样的人 一张牌上 马上就有东西讲 希望 希望 我也很希望 每个人都希望 所以关键就是 你要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又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以前我从 开始的时候 我害到一些会议 就是上来讲的时候 都会讲 就刚开始下了 应该从小小的时候 就开始 是吧 我没有 我等到很大了 还是不会 就是在公司里面 位置警告的 我已经成为公司的管理人 以前一个公司的管理人 就是你败到不错的业绩 做到管理人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会 因为之前就在想 参加别人的会议 参加公司 有的话参加公司的 别人的任务 跟别人的好一点点 对吧 我推我的人进去 就是一直想想 不要去hold 我认为说 这个是不需要的 我没有吗 我没有这样做吗 我也不需要会 我也是manager呢 你只是一大倍的借口 那个时候 一直到我成为manager的人过后 被表扬了 那一天又是压咒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 都是最后一个讲的 通常最后一个都是很重要的 对吧 对 我被摇抬的最后一个 上去人家上去讲的时候 讲得非常好 前面的人讲得非常好 后面人到我的时候 我完全就不懂他讲什么 我完全都不会 完全也没准备 上去上面 害到那个队 因为一句话都讲不错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有很多故事 是非常好的 我都没有讲出来 我讲不错 这上面掉了 啊 我要谢谢上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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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下来哟 然后那个主持人 吓到我 他就说 等一下等一下 然后我就吓到一半天 他说你会来会来 我就 本来就跟他那一天 手又抖 那个姿势我可能 都是怎样站的 可能在那边 跳到渣哈啃 他就讲 一路人家分享一下啦 我正在那边我讲话啦 他讲什么 他说 我好感动了啦 啊 讲你在公司 学到什么东西啦 嗯 你不懂我在学到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哇 他真的小小子 在讲几百人那时候 真的几百人 那时候对我们来讲 几百人 对我来讲啦 几百人就好像全世界在那边 那我来讲学校 一第一次 他就没办法 就帮我讲我的故事 我就很像手海这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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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感觉又瘦了 你要Fick Go 这样这样 哈哈哈 然后他 他讲完了过后我就 我就下去了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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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真的 不是我滚滚滚 那一场大会我害到大会哦 真的不是 我不要再害人了嘛 是吗 这个地方我不死了 你如果我就不讲了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我要上到我会讲的事情 是不是啊 对 我不认输 我不会 这个事情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这样有事情 所以从那天开始 那要打击啊 这样 所以我们讲说要欲强烈才不会讲 你这种打击也想砰 哇 你要有更大的能量出来 从那天开始 这种小回忆也好 大会议也好 别人的会议也好 我的会议也好 我坐在那里起来 通常 会议要完的时候 讲识都会有事要分享啊 通常都是这样 以前小小都是这样 我就会了 我要分享我的份子 我以前就是这样 每一场会议 听好 从那一天开始的每一场会议 一直到今天 都有我的份子 是不是啊 所以我会讲吗 是吧 所以今天我 我不需要想 我就上两楼就有东西想 所以今天我 我不需要想 我就上两楼就有东西想 其实真的需要我吗 需要 你相信我 你去别的直上公司 你看一下 有老板上去逃吗 没有 像都肥虎 是不是啊 像也都肥虎啊 最好他自己不用做好 在家里睡觉最好 最好你们找到一个少列的包 来家里睡觉 是不是啊 没有人带队的 我跟你讲 全部给人要牵着笔子走 你们家是什么 是这样的 所以你叫我讲说 你是老板 你当然要讲啦 No 那跟你不用讲 是不是啊 是 老板做钱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对 对 何必讲 对吗 我放几楼 只放开大楼就好了 嘛 何必还更行啊 讲还更行啊 还讲到完呢 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就好像这六月份的大楼这样 这位个大楼就这样 开场给我讲呀 关场给我讲呀 他就说我一直进步啊 是不是啊 我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那是想来啊 我不信啊 我不信啊 一直在退步 一直在退步 所以我做板高楼吗 哈哈哈哈 对吗 对 所以我这样楼 所以叫什么鬼吗 对 对 你要的话 你也应该这样啊 好 如果一个人就像这样 如果两个人就会怎样 如果五个人就会怎样 如果一百个人就会怎样 如果一百个人就会怎样 不得了 这就是另外一直在进步的原理 因为已经开始有很多人讲了 你发现到有很多人不会讲的 你也来上台一下 是不是啊 对 好像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人 对 好像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人 我小学主到三年级 对对对对对对对 照讲 是吗 我跟你讲 还没讲之前 我不管是 我不需要问他 不管今天来的人是谁 就算他的朋友 自己人 全部自己人 他刚才也趴着要死 你知道吗 早上他要来的时候 他会很紧张 就算是一个最小的回应 你相信我 不相信的话 你现在再上来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啊 我突然间指 你说你上来就是这样的朋友 我老了 你知道吗 你很认识到他那些 对不对啊 我问你还是怕 你看 成多呢 多高耶 半扯不到 是吗 是吗 对你有什么差别 你有什么差别吗 对吗 就是差别就是 你坐下来 我再讲一下 这样 这样你们全部站上来 我坐在那边讲咯 会不会怕 还是怕 为什么 因为一直是你讲 因为你讲话 为什么你会怕 我有一次 一直在想 我这么多年了 十多年了 我吹了这么多讲诗 我一直在想 到底怕什么鬼 怕吗 怕是讲错 他应该不是怕 是胆怯 只怕 恐惧感 恐惧感 要种恐惧感 为什么我们 会以生气来种恐惧感 是不是以生气来的 是 不是啦 没有被生气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恐惧感 是不是啊 你刚刚放在一个室里面 他们不会怕 如果长大的时候 慢慢他就越来越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这些 好 我给你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讲 家里有小孩子吗 我家里有很多小孩子 我的孩子 我死了 我孩子几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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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爸爸 我最小的孩子三岁 第二大人六岁 你看这个年龄的孩子 黄皮吗 黄皮 哇 我跟你讲啊 半夜是这样的 东西 黄皮的 对不对 不要睡觉了 就在当家父母亲就会怎样 打开没有用 更惨了 是不是啊 好 方向一个很好的方法 哎 快快去睡觉 老爸你看那边 看他有鬼 你爸爸 是吗 乖乖去睡 乖乖去睡 是不是啊 有些人就是 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好 好 他说去睡觉 你爸爸 你爸爸在警察要抓你啊 你一些小孩子看到警察会怕 有时候我们看到警察都会怕 是不是啊 为什么 随惯书业 父母 父母亲乱书业 是不是啊 父母亲乱书业 好 好 好 快去睡 要把爸爸叫我把你煮咖喱 把你抓孩子他吃 有没有 有 所以看到 那会怕 就是这样 可以想像 从小到大 我们读书的时候 好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潮一点的 人家叫什么 不要 不要 是吗 你给我静静静 上课的时候 不懂非哥 哎呦妈妈 是吗 是吗 你有办法表达你这本人 你想要表达的时候 老师跟你讲静静 潮的话 每个人有数 是不是啊 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小学的时候 有数的 潮就是有数 潮都不行 什么 讲话都不行 这就是我们从以前 就慢慢换出去 现在一开始 现在这个学校不一样 不一样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他们已经开始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 不我们 小孩子 小孩子现在开始学 我们也不应该学 应该 更应该学 是不是啊 我们学习不只是停留在学校里面而已 我们出来的时候 更 必须要继续的不断的学 对 才更应该学 才更多东西学 因为都是实战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从小我们就被累积了一个恐惧感 好了 那么恐惧感要怎么要拿掉 要怎么拿掉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然后你们来告诉恐惧感诺客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们睡觉 每天晚上 每个人在睡觉 睡觉 出来这样怕噩梦 做噩梦 他摸到给鬼追 哼 啊 哇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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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不会怕 那么你要怎么样克服口气感 面对 面对 面对口气感 你将不会有任何的口气感 面对你最害怕的东西 你将不会害怕任何的东西 面对口气感 其实92% 至少92%的东西 你害怕的东西 它是不存在的 各位 92%的东西 你害怕的 它是不存在的 它就是你的幻想 只有80%是存在的 不过80% 就好像人是主力挫折这样 你会面对你的问题 你会害怕问题吧 你会害怕挫折 这些是没有东西的东西 你害怕也很有用 是不是 不过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小幻想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东方华人 会比较怕棺材 对 怕棺材 很多人看到棺材会怕 好 我问你 恐惧感 是不是来自那个棺材 不是 它来自哪里 是 来自你自己本身 对不对啊 它棺材用木做的 对不对啊 这块木可以拿来做这个桌 这块木可以拿来做椅子 可以拿来做桌子 只是这么碰巧做棺材 是不是啊 是 它木做的嘛 不是啊 所以恐惧感 不是来自那个棺材 是来自你自己本身的里面 好 你的脑里面 要不然 有些人怕死人 对不对啊 不会怕死人 对 华人怕死人 对不对 看到死人可能很怕 对啊 那个人都死了嘛 是吗 他一定死了 我保险你 晚上抱住他睡觉 他都不会抱给你 因为他这里是死人 是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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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人嘛 对不对啊 恐惧感不是来自那个死人 恐惧感是你自己本身 对不对啊 你怕那个死人 不然就 对不对啊 你那个是比较犯想的 你看得多是想的 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是没有药医的 它不可以去医院开刀 把恐惧感一粒一粒拿出来 这没有办法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 比如说 Face the beer A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beer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 那么 那么 比如说今天你是住在乡村的地方 马来西亚的乡村的地方 那么 那么 你今天就比较偏僻一点你的家 那么 车架放在外面 然后你要走一段路进去 那么走那段路进去的时候 你要进过一个坟墓的地方 比如说 一个坟墓而已 那么 那么比如说有一天晚上 你朋友约你去看班那场 刚刚好看鬼戏 恐怖片 看完了三趴六 又去吃夜宵夜 回到家 走那段路的时候 已经两三点半夜 所以那个叔叔在走的时候 后来间 风又吹一下 突然间你发现 后面有人跟你 有没有这样的心 有 你走快 它更真快 你走慢 它更真慢 你停 好像停下来 你跑 更怕更惨 更害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定要的 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深呼吸一下 走过去看 如果没有 你会怕吗 不会 没有就不怕了 不过如果说你走过去看 有 你在跑吗 对吗 没有跑 重点就是 转过去看真的有 比如说 比如说真的有 那么你给我等它走过去 为什么你跟着我 不要跟着我 一起走 不是 不是你怕啥 不是啊 所以你看 我们面对恐惧感 面对恐惧感 好像不有任何恐惧感 今天 站在舞台上 那个恐惧感 不是来自班农 不是来自古台 而来自你这一点 而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力想去面对它 是不是啊 你要给你这一百分之机会 不然你永远 都不敢 你等得越久 你越怕 是吧 你等得越久 你越安心 等地越久越害怕 所以我们 小小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给自己下一个机会 讲错也没人理你的 你相信我 搞不好你讲 你这都不会再听 是不是啊 人家也未必听得到 这就是 从小的开始 你记得 你不要跟我等到飞马的时候 你跟我讲 我不会 又有笑了 是不是啊 又有笑了 它就危险了 它就有多痛 因为那个时候 责任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惨了 所以你如果你知道 有一天 你运在那边被成功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接近了 然后我发现到 这一次的 你们的 17号的那个 借责大会 就有很多人 好 教授 这位 教授非常好 好 就是分享 我评评的 表演讲一下 就是 他吗 怕了要死 我都不需要问他 怕了要死 吃不下睡不着 给人第一次讲 好的 明天要讲的时候 今天完蛋完蛋完蛋 那种胃口 特别好 呵呵呵呵 所以我说 他给我自己降的机会 每一次你去培训会 公司大型的这种 training training 那些trainer 我都一定要这样 所以那一天 他会看到很多朋友 就是 其他的 旁限领导的人 这些都是朋友嘛 都认识的嘛 对不对 认识谁谁谁 认识很多人 那些没有参与的人 那一天 真的很好了 心情开朗 天气情啊 那一天的心情特别好 哇 来的时候 哇 心情很好咯 那几个讲的 全部都在那里 重心 重心低落 而且他们会 非常非常的不平衡 那个时候 他也设定到了 对不对啊 他有很重要 记得为什么他没有 经过我现在经过的当中 为什么我这样痛苦 他这样爽的 会不平衡的嘛 不过了过后 他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 就好像我没事讲的 今天这个人 比如说这是一个无人 大多数人在这里 要逼人 谁开心的 他的情绪 这些要讲的人 有承担责任的人 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 在还没发生的时候 在很异常 很异常 那个时候 通常如果是BBU的话 他这边就会特别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注意看真的 两大会什么鬼的话 你注意看 他的影片如果看到的话 你注意看 特别白 那很严重 有没有 平常你看他又不会有 你看到那种压力来 你可以想像他里面的那种压力 很可怕 他表面上可能没有给你看到 那种压力 那种责任 很可怕 是吧 那个时候他在这里 不过过了过后 大多数的人 还是在这里 或者可能在这里 你过了 可以令他好难 不要看 这个人就会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想什么 那一种 感觉 就像今天这场会议完了 我 最嗨的人是谁 你 就是我 跟你讲 你都骗你的 所以我永远都是在你嗨的地方 我一 你有机会下 我嗨没有下 我又谈另外一场 就嗨了 他没下 你谈另外一场就嗨了 我根本没机会下 是不是 对 都是最嗨的 为什么 因为我给我这一句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想成功 各位 你也不是一样想成功 是不是 是 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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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可以排啊 真的你们需要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我还有一些礼拜 我这里有一些礼拜 你面前走 全部负担吗 想不懂 不然就做生理 是吧 做生理 所以要给自己本身一样一个机会 给自己本身机会 这个是最关键 那些成功的人 他们可以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在那边围场 你们肯定坐在这里 就因为你们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是不是啊 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去更了解 所以我再参数多一次 任一个团队里 关键就在于合作 是不是啊 对 合作 多讲两个句话 在团队里面 把它变成一个更友善的地方 今天比如说 你去一个地方 那边有很多朋友 你喜欢去吗 喜欢啊 你特别喜欢去 人家没有交流你都去 是不是啊 所以你说你不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不来了 为什么每次来的时候 就是我一个人来 我现在都不来 为什么 你要这边没有朋友吗 你没有去制造给他吗 是不是啊 对 你要制造一些朋友 当然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说 我们要把这边 变成一个很友善的一个 看到人要想 什么 我们这边 把这边的人的关系 全部弄好 这个是基本的条件 今天我们在做传销 关系是关键 是不是啊 对 我们的人际关系 人员一定要是很好的 我们都知道 应该是这样的嘛 这边 每一个人都想把关系 这种好的关系 你都弄不好 不要破坏外面 是不是啊 每个人散你的 更难 是不是啊 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 training 你知道吗 多讲一些 人家的语言 要会沟通 你要会讲人家的语言 是啊 你懂什么意思吗 我讲的语言不是英语 还是华语的意思 对 在上面说我跟我阿嬷 我阿嬷也去世了 我跟我阿嬷聊天的时候 我说跟我阿嬷可以聊很久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讲他的语言 他语言是什么 你的 哥比的阿山的那个腰 好了没有 对吧 哥比的那叫狗 那是 生病好了没有 我没有学学学 有越过读书 那这就是他们的语言 你不可以跟你阿嬷讲什么 我说阿嬷最近我看了 这个十四的新闻 我发现到 我爸妈最近做一个这样的语言 你觉得被乱养的经济情况 会有这样的影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是神经病 你可能能够 你用福建话给他讲 你可能能够把你给他讲 他也听不懂 对不对啊 对 那不是他的语言 所以我们沟通 我们要讲人家的语言 不要说他也还跟我没干的 因为我们的那种人和不一样 你要去 去配合他的语言 对不对啊 对 有些人就是 没有钱 现在经济上是有问题的 你不要看他 你最近去哪里打高老师球 你讲这种话他们听不懂 他们没有办法跟你哥哥不入 这种话要跟彼得讲才可以 是不是啊 那种 达斗鸡的路 你这样跟他们讲这种 最近哪一个高老师就讲 对吗 对吗 对 你要会 不同人讲不同的语言 你不要跟彼得讲说 你最近发生吗 他那个衣服很便宜 他这十块便宜 那他跟你有话讲 是不是啊 这种沟通 我们要同的讲人家来讲 我们要能够 同流 是吧 同流在那个什么 合物 哈哈哈 合物 合物 同流才能交流 是不是啊 对 交流才能交信 我们要能够同流 我们才能够跟他交流 不要 不要 人家做什么东西你不喜欢 你就 不是很 你就很难接受 人家很难接受 在这边把这边的关系弄好 你的下线进来 你才有办法把 这边的 弄他好的关系 对不对啊 你自己做不好 你怎样帮你的人 而且这边的每个都想弄好的 你都做不好 你直销很难啊 不过你讲啊 你要学 要成为一个很容易接触的一个人 是啊 所以我永远都知道一个直销商 这个了不起的伟大的直销商 他们都是 很容易接触的 很多话题跟你讲的 我讲到什么都能讲的 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把这边变成一个很faring的empirer 你带人来 简单 来一个的 种一个 是不是啊 非常的简单 你一个人讲 那是你的point of view 那是你个人的看法 当然很多人讲 它就变成事实 变成faring 所以你要懂得 但你去讲 不可能有人讲 不只是带给上线讲 所以你这边一定要认识人 是不是啊 你再看到你 他会想帮你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他带人来的时候 你都会帮他 是不是啊 多讲他一句话 多讲他一句话 你帮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那个人 以后看到你 他一定帮回你 是不是啊 他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文化和氛围 这个团队就有力量 他就有很大的作为 要不然的话各自都想各自的 诶来这边 哇 有彼得在我谁啊 他的空气还好 哇 想要从那边一直拉不进出来 是不是啊 这边的空气是空的 没有什么 他不会有任何效果 但每个人都想加入 每一个人都合作 是不是啊 这就是一个 管我现在是什么 他真的 看到吗 一点 所以重点就是 因为从一开始 今年一开始 我就有在二月份 最近军马集飞的这个 VDVD出来啊 所以最近我在车上有看一看 我就发现到 我那天就有讲 二月份我们有什么会议 三月份有什么 四月份有什么 五月份有什么 一月份有什么 这样不知不觉 要六月份啊 好 下个月我们有一场 将会使到整个市场 动摇的一场大 万万面 在新加坡 我告诉你 我们外面的一些公司 竞争对手也好 直销对手也好 一听到 如果说VVD可以做到万人 在新加坡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的话 你懂对他们会有这样的打击吗 会有自命的打击 是不是啊 是 对 他会对外面的人 有这样的致命的打击 他的能量是这么的大 就是因为 他的能量可以帮到我们 这么的大 是不是啊 对 对 对 这一次是one star 竞争的张票 是不是啊 对 又收了三二个月 对 大概整千七块 对 再加票一千块 对 五千块三千块 对 对 你们真的必须要的时候 很认真的思考一下 他一定一看能量 我都讲了 他对外面会是一个很致命的 破坏 对外面 我们没有做出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没有去攻击他哦 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做好 他们就死了 你像这一口 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做好 就是你们 我们呢 我们都会得到很大的投资 每一年的卡拉迪呢 都会影响某一些了不起的人 进来认为 每一年 从第一年开始 今天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 大领袖 今年可能这个卡拉迪呢 就会帮你找到这样的几个领袖 有可能把你变成这样的一个领袖 是不是啊 是 所以我真的是要在这一次 很认真的去判断 去思考 我这一次要占了多少的百分比 我永远都是占百分比 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如果坐在里面 现在 我会想 我在这边有多少百分比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是OK 这是第一次嘛 对吧 下一次 我要10%我的人 下一次我要80%我的人 下一次我要90%我的人 我都是这样坐上来的 每一次 有些人拿到这里 他会想 我老耶 还在讲 几点的还讲 我肚子很饿了 你懂吗 有些人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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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我80% 我想说 我有个重要 他看到人 他就可以模特别自己 是不是啊 对 对 这就是difference 这就是difference 这一次的Galala 你妈都说 你们必须要先想好 一千桌 一个one star五张 两个one star一桌 两个one star平均 大概有一个 独撒产生 一个独撒有五张 两个独撒有一个独撒 独撒有五张 这大概有几桌 一千桌大概多少人 他们你去多少 你有多少 他们你占多少不三 容易算吗 对 我们这个第四公司 是吗 加减乘出会很简单 不需要干嘛 你可以占算 不需要 所以 去算一下 你要跟自己讲 我要占多少不三 你要先 当你要了过后 再寻找求救 才找人家配合 对不对啊 对 还有时间 从现在开始到月底 以我刚才的方法 刚才我所讲的东西 我们看怎么配合在这边 每一个人都是力量的 对我来讲 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力量 每一个人讲一句话 比奥巴马讲还够有 你相信我 比奥巴马一个人讲还要厉害 当每一个人讲一句话 现在 在这个房间里面说 很厉害 很厉害 好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试试看 用这样的犯罪的力量来试试看 你已经发现到了 很简单 所以基本的要约技巧要分 这要不要看什么方向 什么 哇 讲到世界十大 什么鬼 没有用 这个基本功 如何要约 如何处罗这个人 如何把他make sure 要会来 每一场婚姻 我说五个人 一定是五个人住在那里 因为我可能要约了二十个人 有十五个放我飞机 还是有五个人 对不对 这样的方式 我要去把他们这些 基本的东西我要做好 要每次来个过后很难约 市场很乱 第一次给自己结果 是不是啊 别人还是一样大人来 还是爆版 是不是啊 因为这是观点 所以要不要给自己结果 每一个时候要去make sure 要去把这些基本的当东西做好 好 你在这边如果小的方式都不好 大东西也好 你不成功都难了 是不是啊 对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六月份 这个答案 你们要很认真的看待 好 要不然的话 自己的场地 是吧 在新加坡 各级的英雄啊 好 我可以跟你保证 包 暴满 一定暴满 好 担心的是什么 不关你的事 这是我担心的 忘了你 不关你的事 哎呦 那个糟糕了 那个事很严重 所以很认真的去写下一个输入字 然后跟你的上线 跟你的领导 真的做起来 很认真的去上面 那怎么做到 可以吗 可以 好 所以我今天就参加声 谢谢大家的时间 好 好 感谢诺德利利 我们再给诺德利利个 这类的掌声好不好